大家好,我是周门投资网的分析师Brent 今天的纳斯达克在周末的时候 星期一的时候,期指还是照常开盘了一下 也是半天,创了个新高 创了个新高以后呢,大盘又开始往下掉 但是今天盘中时间段又很强的涨上来了 这个指数要分开看 如果说我们看的是纳斯达克,它有点强 纳斯达克呢,很遗憾,还是看不出来什么回调的信号 上个周我也跟大家讲了,我是有这个SQQ的 已经布局了一些SQQ 但是,倒是仓位不多了 但是我还是买了一点SQQ 就是担心道琼啊,股长啊,或者纳斯达克会下跌 但是纳指确实很强,不得不承认 今天早盘呢,再次回测了20周期 200周期均线之后,还是往上反弹 所以我不得不讲,如果单看纳斯达克 这个做空显得略微有一点点早 但是看道琼斯和标普就不好看了 这个道琼斯呢,已经是一个破位的行情了 这个说出话来也是一个破位的行情 所以道琼已经向下走坏了 这里呢,已经做了个跌破 破位之后反超再下跌 看样子这个道琼像是要再下一程的感觉 像再下一程的感觉 你做多道琼斯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这里35036一定是止损点 所以你觉得大盘不会跌,你想进来抄底啊 没问题,35036这个地方一定要止损 那如果这个地方跌破了,那可就是一个破位行情 反抽无力再下杀呀 又是新一轮的破位行情 那这就很难看了 然后标普这边也是这么个情况 也有点难看,看我这个图呢 预演图我都画好了 标普也是这么个红盘整理 按道理来讲,他们盘前走高之后呢 昨天往上走高,盘前走高,再往下跌 标普跌到200周期均线就应该停了 结果30分钟呢,他再去往下杀 倒是没有跌破 还和前期的这个低点呢,交相辉映了 没有走穿 但是我画了这个图 我是感觉会这个样子走的 会下来之后反抽无力再下杀的 所以我今天买了UVXY了 因为标普啊,UVXY还是毕竟是跟的标普嘛 我现在呢是部分的那个应该是UVXY和 我今天买了3500UVXY 差不多一半一半吧 40%配60%的状态 40%SQQ60%的UVXY 是这么个节奏 然后这是在做空比例里头 但是他们整体还不占了以后 我仓位的不到50% 所以我现在呢应该是50%的多头 不到50%的做空 剩下的是现金 这是目前的这个情况 这是我仓位的一个配置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怎么能承认 假如说大盘又开始往上涨 我UVXY要不要离场呢 还是要的 还是要离场的 但是这个点我说不好 上一次在8月21号 8月20号这一次我离场呢 也是提前没有预设的 是我看到他盘中开始卸下来的时候 是有一个一种固定的走势形态 所以我们要观察吧 看明后天能不能出现 如果有的话也会离场 该止损还是要止损呢 最差我估计21块钱也要止损掉 假设说UVXY真的往下跌的话 21块钱要止损 然后上个周 我们没有开UVXY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要看假日归来的时候呢 看看大盘和UVXY运行的一个状态 你看现在标普是今天是正的 但是UVXY还是涨了297% 至少证明没有损耗 有没有恐慌 我们先靠后散 是没有损耗的 没有损耗的话呢 UVXY就可以再尝试一下 所以我今天是动了 进了开了6000股的 3500股的UVXY的仓位 不过呢 我为什么开的也不是很多 开也不是很多 NVAX我前两天跟大家讲 我说我不仅没有损仓 我反而还卖掉了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不仅没有损仓 我反而还加仓了 加仓之后呢 掉下来双波调整 今天强力拉高 今天呢我又捡了半仓 因为前一段时间 NVAX涨了上来 涨了上来 在这里呢 我捡仓了 捡仓之后第二天 我又把仓位 我捡了半仓 我又把半仓加回来了 虽然有点下掉 但是今天全部都有 很好的收益 NVAX呢 我今天又捡了半仓 还剩下一半 还剩下一百股 我原本两百股 捡了一百股 还剩下一百股 那这一百股呢 如果有幸 再回到260块钱以下 我再把它买回来 然后看它这个波段式的上行 如果它不回到260以下的话 那可能就要走加速拉升了 我们就绝对不会再开新的仓位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在做免费视频的时候 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NVAX 如果大家听了我们的免费视频的话 也做了NVAX 我想大家应该是会有好的回报的 但是我今天已经剪过半仓了 为什么要剪仓 压力上延边呢 到了压力上延边 你不剪仓吗 对吧 压力上延边只有两种走法 一个加速拉升 一个在这个地方 即速的加速拉升 加速走高 要不然就是回调 然后再走新一轮的上涨 那你说Brandt 你这个地方给卖了 你卖了你不后悔吗 一旦走加速拉升怎么办 什么叫加速拉升 就是涨幅的斜率比以前大 涨7% 我都已经很开心了 它再往上涨 涨个10% 那我就开心死了 所以我即便减半仓 它的这个再往上涨 我参与其中 我也会非常开心 要不就回调 我把剩下的仓位再加进 所以这是NVAX 我的交易 减了半仓 然后因为我还有点 还有个股票 我们就先暂时不讲 就这几个股票 我把这些仓位卖掉 我还有10万块钱的现金 可以做 这就是目前仓位的一个配置 所以已经很安全了 然后因为我跟会员讲 这个地方 我们一半多投 一半空投 账户是非常安全的 然后现在还不到一半空投 还有现金 可以留着给之后再去做 为什么 因为大盘 我就让你纳斯达克 在这个地方涨 你还能涨到哪去 就在纳斯 你再涨一年 你能不能去16000吗 还是能去18000 对吧 所以上涨空间 注定是有限的 下跌空间很大 这个位置 就不要再强烈的 去开多头仓位了 前这两天呢 我们的这个收益 一直都很不错 主要是来自于 中概股的收益 中概股确实是 最近涨得很好 在前两天 中概股大幅度下跌的时候 在这里下跌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超了挺多的 中概股的仓位 最重的两个仓位 一个是京东 一个是阿里巴巴 这两个是超的最重的 京东呢 已经从最低点 涨幅已经达到了26%了 就涨得是已经非常非常凶残了 而且这已经是一个反转的态势了 你说出话来 这也是一个反转的形态 整个大的横盘整理 都已经给突破掉了 下一个目标呢 我是 我的京东呢 短线已经走了 中线还没动 但是上个周五 我们刚刚把短线的那个阿里 给买回来 中期的仓位 我们还没动 所以我想看到88块钱 再把中期的再给处理了 其实你看京东 这一晃过来之后 似乎好像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只不过梦里面跌的比较惨 当你回归现实里面 还是长得很好的 为什么 还说到底还是基本面的 还是基本面的一个问题 京东还是一家很不错的公司 当然阿里也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会反转这些产品 然后呢 今天很多的观众是留言也好 是在VIP里也好 还是发微信来问我们也好 今天问的最多的 就是中概股还可不可以做多了 那你说 我们也不是第一天讲中概股 你就是是不是早干什么了 现在还是看着 我的这个看涨 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个提示 就是继续持仓 但是再做多 你可以做吗 可以 因为我说我可以看涨到88 但是仓位已经不一样了 大家的这种心态的持有度 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今天我和会员讲 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 我们减仓过一部分的京东 我跟会员讲 我说 如果京东回踩下来 回踩到80块这块 我会再重新买回来的 再加仓 继续看这一波上涨 就跟NVIX情况是一样的 说我是擅长做这种交易的 就是类似于这种图形形态 类似于这种股票的质地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做的 很多那种暴涨的股票 那个是沃尔老师的风格 每个交易员的风格 它是不一样的 这京东再回踩下来来讲 对我来讲 是很好的进场的机会 因为我成本太低了 它再怎么这个地方震荡 对我来讲都不造成影响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买的京东 它一上来 先回调个67% 你说你受得了吗 我看到67%的回调 我是开心死了 终于可以再进场了 但是对于今天刚买的人来讲 那个67%对他来讲就很痛苦 我走还是不走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追涨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前两天 我们那么讲 中概股的一个低点 是可以进场的 如果大家没有进 那就算了 你可能就 这一轮你就错过了 大家就等 看他能不能回调到80 你就等 他一定会回调的 也许不是这一轮 可能要下一轮 可能去到88以后再回调 反正总有你机会 你就记得不追涨 就比什么都强 今天的大盘的这个位置呢 追涨 反正宁可错过 也不要追涨 这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在比特币身上 然后今天比特币跌了这么惨 很多人就很痛苦 很难过 那坦白的讲 当时呢 在比特币三万块钱的时候 我一直讲 我是看跌的 我觉得比特币这里 会向下做跌破 虽然我很喜欢比特币 我一直跟大家介绍比特币在我看来只有一种操作方法 就是定投 没有短线交易 没有说哪个入场点是最好的 能回调到哪一个地方 我跟你讲 没有人能预测出来 币安今年请了分析师说比特币年底能去10万 我根本不信 我根本不相信 当时比特币呢 长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呢 可能我期待这一轮的目标是52,000 为什么是52,000呢 因为这块头就在52,000 这块头部就是52,000的位置 所以呢 它有可能会上不去 下来 它会走一个折线型的一个形态 就是收敛型的形态 越来这个振幅的空间越来越窄 会走一个这个样子的形态 我是这么觉得的 因此呢 我说52,000之后 我倾向于回踩到4万 大家再进场 为什么是4万呢 这是前期的低点 所以你想把这个图挪过来 你想让它这么走的话 那不就得是这么个造型吗 就得是这么个造型下来 反弹 再慢慢的去收敛 就慢慢的下来 所以我觉得 回到4万块钱是买点吧 那我是这么跟会员讲的 要么你就回到4万 我进场 要不然你就不回到4万 我不做还不行吗 我大不了错过 我就每天看着比特币的短线 我就不碰 因为中长线的话 我长线我是有比特币仓位的 所以他怎么动 对我来讲都没有影响 短线给我机会 我就来做一做短线 不给我机会 我碰都不碰 我看都不看 什么CAN Riot 我这懒得看 完全不想碰 这就我的想法 然后在比特币 你说今天一天跌了百分之十几 这太正常了 连续三天跌百分之二十 咱也不是没经历过 这当年都是都经历过的事情 你说这一块的回财 哪一天的回复不达到个百分之十 耽误后续上涨了吗 都没耽误 这个地方的下跌都很猛 大家去策算一下 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猛烈的 不要怪市场太波动 要怪就怪你自己追涨了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地方压力重重 你还敢做多 就跟中概股今天一样 就马上上方压力重重 你说这一轮反弹 大部分的中概股全到压力了 比如说富途牛牛 一轮反弹上一周 到均线联合了 这地方压力多重了 你现在进场风险多高 是不是风险就很大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去提及一下风险的问题 然后告诉一下大家 我是弄了UXY 然后DocuSign 上个周我提到了DocuSign这个图 我还觉得挺好看的 结果今天没走好 走得太差了 走得 那我给一个止损 我觉得290.4 这个地方跌破 DocuSign要止损 这是我给的一个止损点 上周走的那周好 然后今天我还进了点AMC 像AMC这种股票 在我看来是确实是不好 就跟垃圾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今天还是买了点AMC 我主要是被它的图形给吸引到了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上升三角 我觉得它会突破 所以我就进场了 做一个短线 像这种股票我买的很少 我今天才买了9000块钱 9000多一点点 你看看这个仓位的配置 因为我算了 往下的止损空间是10% 如果我买1万块钱 亏10%的话 那不就是亏1000块钱吗 1000块钱我受得了 超过1000的话 我觉得在AMC身上 对我付出去的精力就太多了 我主要看中这个三角形的 容易向上突破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点 所以看一看这个地方能不能突破 大家能不能感受出来 我是觉得这个图相当漂亮了 相当漂亮 所以能突就图吧 不能突就算了 从就是这个图形 我们做这个平台 这是AMC 就是短线 明天只要一突 我就会走 所以如果明天没有图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看这里能不能突上去 不能突上去 回过头来这里42.7 这就是止损点了 AMC是这么个情况 今天市场 你不能不说 还是有一点点怪的 有一点点怪异 就是来自于 consumer discretionary 还有communication service technology 这几个 这三个是领涨的 这三个都是风险板块 能源金融 这都是风险板块 所以就证明了 你在看utility 这个utility板块 consumer staples板块 还有这个房地产板块 他们是跌的比较惨的 这个就是风险板块在涨 避险 避险板块在下跌 从板块的走势上告诉我 今天市场好像没有什么恐慌 很尴尬 但是呢 这个wix指数 今天却涨了很多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的市场 还是多多少少 有那么一点点微妙的 wix呢 它倒不是说恐慌了 它是衡量标普500 未来30天的波动性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市场高位 横盘这么久了 波动肯定会起来 那你说大盘这个位置 还能往上波动吗 肯定是往下波动 对不对 所以市场似乎有担忧 又似乎没有担忧 懵懵懂懂之间 有一点点迷离 大家呢 需要耐心 选中一个方向 轻易不要改变 这是我上个周五讲的 最近轻易不要改变 然后多头还是要持有的 因为做空足够覆盖掉多头 就UXY这个动能 一动起来 足够cover掉 你多头上面的亏损 我依然侧重在航空和中盖 这两个上面 然后用空头度过寒冬 那就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吧 行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然后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 UXY什么时候 是一个离场的信号 然后像NVAX 我们这种短线的 快进快出的这种交易 我们是怎么做 我们都会在直播的时候 来跟大家去分享 直播的时候来分享 这个呢 是我们的二维码 但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 看这个单子 这个是 函单 截图吗 今天 这是我今天进的 早上那时候 263 我减仓了 NVAX 然后我减了一点 我有个小小账户 就是跟大家讲的 1万块钱的账户 上个周五 我们买了两个阿里巴巴 今天早上减了一个 还剩下一个 继续持有 然后短线的也继续持有 然后是3500的UXY 我买了点VXX 也是小小账户 买了200股AMC 然后一个期权 可以分不同的 给VIP的 其实我喊单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试盘喊单 试盘交易 我不会我买一个股票 完了我不买 我告诉你 如果我告诉你的话 我也会写上这提示 所以你看这个AMC 我买200股呢 是给VIP的会员的喊单 我买一个期权呢 是给期权会员的喊单 所以我们所有的喊单 喊出来的这个单子 都是实际上已经下过交易的 已经试盘买卖过的 然后我才会发出来 所以目前就是30万0600的这个账户 然后呢 我这边看做空仓吧 做空仓这边呢 就是6000股SQQQ 再加上3000股的UVXY 目前就是这么个造型 还有还有点小期权了 期权呢 就不是很多了 QQQVX 这就不在话下了 因为我这边NVAX啊 还有这几个股票 我一卖 我资金一收回来的话 就一下这个地方 就会变成10万 10万块钱的话 那你看我已经有了 10万块钱的做空仓了 我还有10万块钱的现金 我还有 那可能我多投就10万块钱 我还能算错数了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配置 好 行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看我们的实际的 实盘的这个喊单 你就扫二维码 然后加微信 让客服跟你说 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拜拜